就是有台风形成了 这次的台风名称就叫做天歌台风 中央现象局预估天歌台风 到时候暴风圈将会笼罩半个台湾 那么在今天晚上11点半左右的时候 预估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在明天中午前后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因此泰山区公所也特别呼吁大家 要密切的注意台风动向 天歌台风生成 气象局预计最快今天晚间11点半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明天中午前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泰山公所呼吁民众注意台风动向 小心防台 气象局最近预测有一个台风天歌 行程中有在接近台湾 目前路径尚未十分确定 泰山公所在这边也呼吁我们 里民还有我们区民 可以预先做好防台的措施 那那边公所这边在台风期间都会提供砂包 那民众有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三楼的公务客做登记 那民众在物资的部分可以准备好泡面干粮或是饮用水 那以免在那个台风期间做一个准备 以备不时之需 那在台风过后 泰山公所也呼吁民众可以检视一下周遭附近有没有积水容器 那因为时值夏天避免滋生并没闻 导致之后登革任的疫情的传染这样 气象局指出依照目前天歌台风的路径看来 天歌台风有可能从恒春南边通过 届时花林以南中部以南等几乎半个台湾都会在天歌的暴风圈当中 记者泰山采访报道